這期影片會分享給你9個工具 可以幫助你去更好的進入頻道 製作出更好的YouTube影片 以及更輕鬆地去開始網路創業 所有提到的工具鏈接 都會放到影片下方的描述欄還有評論區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線 以及網路出現內容 我每週都會分享3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第二個工具叫Samsa.tv 這個網站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把你的說圖去上傳到這個網站上面 同時輸入你影片的標題 然後這個網站就會展示給你的說圖還有標題 在不同設備上面YouTube介面的展示 比如說YouTube首頁、電腦端、手機端、頻道頁面、電視上面 你可以在你影片發布之前去使用這個工具 去看一下你說圖上面的文字還有元素是否清晰 在標題上面重要的清晰是否被省略掉了 這對於你影片的表現有非常大的幫助 下功就是2Body 製作YouTube影片並不是你隨便想個話題就會有人觀看的 如果你隨便找一個話題並沒有做關鍵詞調研 你並不知道這個話題是否是觀眾感興趣的 那麼如果你製作出來了這樣的影片 很有可能那影片會很少人觀看 甚至是沒有人觀看 這就是YouTube的生態它是一個搜索引擎 如果你不圍繞高速什麼樣的關鍵詞去製作影片 那麼影片是很難被觀眾直接搜索到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去使用2Body這個數據分析工具 它可以告訴你一個話題一個關鍵詞它的搜索量有多少 在YouTube上面競爭度有多大 有多少創望者已經圍繞這個關鍵詞去製作相關的影片了 它還會推薦給你一些更適合的關鍵詞去讓你更好地做出影片的優化 你還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影片 他們使用了十萬的關鍵詞去作為他們的標籤 2Body是能夠讓你免費使用的 但是免費版本的功能是有限的 為把2Body免費下來鏈接去放到影片的下方 我的頻道之所以每天能夠獲得7000到8000的觀看量 就是因為通過2Body這個工具 就找到了很多高搜索量的關鍵詞 就做出了很多常情話題的影片 並且這些影片都出現在了搜索結果的前三名 所以這些影片每天都能幫助我去獲得非常多穩定的觀看量 除了關鍵詞搜索工具之外 你還可以使用2Body的縮圖AB測試功能 我們都知道縮圖是非常重要的 能夠直接影響到影片的展示點擊率 通過縮圖的AB測試你能夠知道 這兩版縮圖到底哪一版縮圖是更吸引觀眾的 會獲得更高的展示點擊率 縮圖的AB測試功能是需要你升級到Legend版本才能夠使用的 如果你有預算並且你想要快速的提升流量 我是非常建議你去升級到Legend版本的 第三個工具就是Hitpop影片修復軟體 這是一款用AI技術去修復影片畫質的工具 如果你發現你拍攝的素材它的畫質比較低 你就可以使用Hitpop去幫助你快速提升畫質 或者說你找到了一個非常古老的影片素材 你可以使用Hitpop的技術去快速提升這個素材它的畫質 甚至說你可以把老舊的黑白影片去快速變成彩色的影片 Hitpop可以快速的把480p畫質的影片去快速提升至高達8K畫質的影片 我給大家帶來了專屬福利 如果想使用Hitpop你可以通過點擊描述欄鏈接 並且輸入折扣碼YT橫線30OFF 就可以獲得30%的折扣 第四個工具就是簡印 簡印是華語博主最喜歡使用的影片進行軟體之一 它是非常適合於新手去使用的免費剪輯軟體了 它的功能足夠初級到中級的人使用了 並且在剪影裡面還提供了非常多的模板素材特效等等 我想系統學習如果使用剪影去剪輯影片 我有門課程叫剪影電腦版大使版 裡面告訴你各種剪影剪輯影片的技巧 你可以在下方描述欄去找到這門課程的連結 雖然我自己不使用剪影去剪輯影片 我使用的是PrimiPol去剪輯影片 但是當我上字幕的時候我就會使用剪影的字幕功能 我認為對中文字幕來說 剪影會比PrimiPol翻譯的更加準確 基本上它的準確率達到了90%以上 大到解約我上字幕的時間 下一個工具是VocalRemover.org 這網站可以快速地把你影片的文檔 去分成人聲還有音樂兩個軌道 這特別適合於如果你拍攝的時候 錄進去了一些版權的音樂 你就可以使用這網站去把音樂軌道單獨分開 然後再配上你可以商用的無版權音樂 這樣就可以快速地避免你音樂受到版權的警告 去保證影片的盈利 接下來還會介紹更多的工具 不過在之前如果你喜歡自信片的分享 希望能做影片點個讚 這是對我的最大鼓勵還有支持 下一工具就是Canva Canva是我一直推薦大家使用的平面設計工具 特別是對於設計的小白來說 它真的非常好用 它在裡面提供了非常多的模板 包括各種社交媒體的模板 像是YouTube、IG、Facebook等等 但是YouTube這個平台 它就涵蓋了所有這個平台所需要的模板 像是YouTube影片的縮圖 YouTube頻道的封面圖 YouTube影片的片門畫面等等 使用這支模板 你就能夠快速做出精美的設計 我最喜歡使用的Canva功能就是 照片背景移除工具 它真的非常好用 只需要點擊一下 就能夠快速移除掉圖片的背景 雖Canva能夠讓你免費使用 但是這個背景移除工具 是需要你升級到CanvaPo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以通過影片上方鏈接 去免費獲得30天的CanvaPo使用 Po版本的Canva會讓你使用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素材 更多的木板 這是我非常推薦大家去使用的 下一個工具就是Invital Elements 我看到有很多的小頻道 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影片太單調了 簡單來說 就是影片不夠好看 這樣的影片是很難吸引到觀眾的興趣的 想快速的讓影片們的好看 有一個非常適用的方法就是 在影片裡面去加入B-Roll 影片一般會分為A-Roll還有B-Roll 你現在看到我畫面就是A-Roll 它是我的主畫面 如果我在這主畫面上面 去添加個畫面 就是B-Roll了 B-Roll就是疊加在A-Roll上面的畫面 B-Roll的主要作用是 更好的去增加層次 增加細節 去更好的解釋A-Roll裡面所闡述的事實 去提供給觀眾更多的意境更多情境 B-Roll素材你是可以自己拍攝 或者是使用素材網站裡面B-Roll 我自己一直都是使用Invital Elements裡面的影片素材 它的素材庫非常全 我只需要輸入一些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相關的素材 比如說我想找一個人在看書的素材 我只可以輸入關鍵字在搜索欄裡面 然後就會找到非常多相關的素材 使用這個方法既能夠保證我的影片會更加豐富更加好看 同時也保證了我製作影片的效率 Invital Elements它是一個一體化的素材網站 除了影片素材之外 你也可以找到圖片、音樂、音效、網站、平面設計等等素材 對創作來說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我想嘗試一下Invital Elements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免費使用7天Invital Elements 下一個工具就是Arlist 製作影片少不了音樂的使用 但是我想製作YouTube影片 音樂的使用你要非常的慎重 即使你僅僅使用了5秒鐘版權保護的音樂 也會被YouTube系統查到的 這樣就會導致你這部影片沒有辦法獲得廣告收錄 所以大家在製作YouTube影片的時候 一定要加入5版權的音樂 我現在正在使用的是Arlist的平台 它是一個付費的音樂訂閱制網站 Arlist的平台現在提供了超過3萬許多音樂 2萬7千個音效 並且這個庫存資源是在每天更新的 每天都在加入更多的音樂還有影響 在我訂閱了這平台之後 這平台裡面所有的音樂音效 我都是能夠無限下載的 這會比某些網站你下載一首音樂 交付那一首音樂的錢來的更划算 我最喜歡Arlist的一點就是 所有下載的音樂我都是能夠終身使用的 也就是說我在付費的時候所下載音樂 即使我停止付費了 這些音樂我還是能夠繼續使用的 也是能夠正常加入到YouTube影片裡面 我這部YouTube影片還是能夠照常獲利的 有很多其他的音樂網站 它們上面的音樂只能夠在你付費的時候正常使用 一旦你停止付費了 之前所使用的音樂都會被判為未經授權使用音樂 這對於創作者來說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要放心的去使用好聽的音樂 能夠正常盈利的音樂 你可以使用Arlist的網站 如果你通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進行註冊 會額外贈送你兩個月的使用期 非常划算 下一個功夫就是Kajabi Kajabi是我今年接觸到的一個平台 結果發現非常的好用 特別是你想開始進行網路創業 Kajabi是一個一體化的網路創業平台 它能夠幫助你去創建出送你的信用課程 去建立你的播客 建立你的會員社群 你可以使用Kajabi去創建你的網站 創建你的落地頁 去收集觀眾的密碼信息 去進行郵件營銷 去創建銷售漏道 就像網路創業 Kajabi涵蓋了所有你需要的功能 我之所以當時選擇Kajabi 就是想要一個非常簡單的平台 能夠涵蓋我需要的所有功能 因為我一開始的初衷是想要建立線上課程 所以我首先搜索有哪些線上課程平台 結果發現有很多 像是Kajabi Thinkific Teachable 然後我就想在我建立線上課程之後 我就要去銷售我的線上課程 這個時候我就需要建立一個落地頁 去展示我的線上課程 剛好在Kajabi裡面 它有這個功能 我可以快速使用裡面精美的模板 去直接套用 去修改一下信息 就能夠創建好我線上課程它展示頁 通常通過郵件營銷 去更好地提高我銷售轉化率 Kajabi裡面提供的郵件營銷系統 也是非常完善的 不僅能夠幫助我去收集到觀眾的密碼信息 同時我也可以快速地去給他們發送的密碼 去讓他們知道我有一個線上課程 去跟他們直接交流 我最後算一下 如果這些功能 我都是單獨使用其他的平台 我所有平台的花費加起來 會比Kajabi一個平台的花費來得更多 所以如果想跟我一樣 想使用一個一體化的平台 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起 更好的方便你管理 你可以使用Kajabi這平台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延長的30天免費信用期 通常在官網上面 只提供給你14天的信用期 這樣你會有更長的時間去體驗一下Kajabi裡面的各種功能 在影片裡開頭我提到了Tuber底這個工具 如果想知道我是如果使用Tuber底這個工具 去幫助我獲得超過6萬個訂閱人數的 你看看這期影片裡面會有深入的講解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影片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追蹤IG能夠回合更多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